放入蛋黄 现在我们来做蛋黄酱 首先呢要准备好一个就是这样大一点的盆 这个盆呢一定要大一点 才能在打制的时候呢 把这个就是空气呢打进去 便于它乳化 然后呢我们还要准备一下就是这个剑膜酱 这个剑膜酱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食材 一个材料吧 然后还有一点盐 半颗柠檬的柠檬汁 还要准备这个油 就是这个油呢尽量选用呢 就是味道呢淡一些的 和颜色也要淡一些的 这样打出来的这个成品呢 就是这个味道呢比较纯香 然后剩下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来取这个蛋黄 其实平时呢就是用一颗蛋黄就可以 但是我今天呢就要打两颗的 放入蛋黄 倒入剑膜酱 我喜欢稍稍放多一点点 放入柠檬汁 然后稍稍倒入一点点的油 好现在呢就要开始这个搅拌 要让它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乳化 这个呢就需要有非常非常高的耐心 不停的这样的搅动 看到它都打进去了 然后再接着倒入油 现在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看一下它的状态 好继续加入油 这样不停的这么再让它来乳化 我已经打了三分多钟 然后再继续加入油 就这样的不停的再加油乳化 这样一直打 其实做这个蛋黄酱呢就是要不停的这么搅拌搅拌 像吃点好吃的东西吃挺辛苦的 好再继续往里面加入油 你看它现在就是乳化的就很好 这种状态呢就是在越来越硬 现在这个状态呢 看就是我觉得呢还需要再硬一点 那么就是还在往里面加油 加油和搅拌是它就是最基础的动作 现在就是打的时候呢 这手感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在变得粘稠 好还需要它再硬一点 我会再加油 这两颗蛋黄呢可以乳化很多的油 所以说呢这个蛋黄酱呢 其实你就是在吃油和蛋黄 但是自己做的呢 因为没有那些个添加剂 还是很健康的 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自己做 嗯 现在已经就是很硬了 那么我觉得它还需要再硬一点 我就还会再加一些油 好 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加油 加的比较多 它就乳化的很好 好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把它装到瓶子里 这个呢 现在就是最终打好了的这个蛋黄酱 看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和街上卖的是一模一样的 嗯 我刚才尝了一下有一点点蛋 你要是喜欢糖的话呢 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糖 那么我就只往里面少加一点盐 这样再次拌匀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蛋黄呢 需要用很多的油 你看现在它这种状态呢 就是是比较硬的 坚挺的 你要是想让它再硬 可以再就是多加一些油 这个油呢 就是你选用那种很淡的味道的植物油 就可以了 现在呢把它装到瓶子里面 我们来保存 把它们盖好盖子 放到冰箱里面储存 两个蛋黄就是做了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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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